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是在舞蹈教室 或是在表演和比赛场合 《圆梦舞集》的舞者高深村和他的搭档 跳起舞来可是架势十足 别看他这么有信心 当初高深村可是想过 要放弃跳舞这件事 就是做《圆梦舞集》 没有《圆梦舞集》 没有《圆梦舞集》那么漂亮 这曾经是让我不太想跳的因素 就是说《圆梦》 他跳起来怎么跳都不会像《圆梦舞集》 都不会像《圆梦舞集》那么美妙 那后来觉得有一个奥西娃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我本身就是舞蹈 这一句话让我想起来 让我意味到说我本身就是一个舞蹈 所以我跳舞跳的好不好美不美并不重要 而是我要跳的我本身就是一个舞蹈本身 我在跳舞中这种感觉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间舞蹈教室里 这群营作者轮椅的舞者 可不是只有高深村曾想过要放弃 另一位团员朱雄胜也动过 算了这种想法 超难的一开始就是害羞 你是说跳舞的时候 那只是说对对对 不好意思 人家看的尤其认识的人更不敢做 尤其第一次登台的时候 我会心都快跳出来了 很害怕很紧张 想要学跳舞的人有了 那教舞的老师呢 在云林去哪找能教轮椅者跳舞的人呢 听到第一个想法 想说我惨了 我从来没有操作过这个轮椅 我连它怎么使用我都不知道 我们战利者需要的就是腿力 身体肢体也是轮武者要 手轮武者必须要 但是轮椅就是他们的腿 所以你要想办法就是 教他们怎么样控制身体 在没有腿的状况下 那个轮椅就是你的腿 你才可以跟战利者配合 然后怎么让他旋转不至于跌倒 因为我还是我还蛮想帮助他们这些人的 因为基本上我也没有接触过 残障者可以跳舞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帮他们 在这一块上面得到快乐 或得到成就感 那我觉得还是一件蛮不错的事 为了教这一群 想要一圆跳舞梦的轮椅者 陈怡婷可是花了许多时间琢磨 怎么用两个圆圆的轮子跳舞 但是他要教的可不只是舞步这么简单 陪着轮椅者上课的协进会辅导员 所遇到的问题 陈怡婷也得帮着解决 让我印象最深刻 自己想到是半夜都会惊醒 就是不晓得这个团队会不会再出了什么状况 因为有可能是人际 自我要求 然后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然后因为已经爱上这个舞蹈 所以会有自己的挑战 然后当然挑战会有互相的比较 然后还有就是对老师某些期待 然后对舞蹈的期待 然后我们就彼此会有冲突 那个是会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基本上我教他们 我觉得唯一最困难的地方 我是觉得他们的自卑感 自卑感 对 而且他们虽然是在这个团队里面 但是会互相比较 会互相浅气 然后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小世界里面 然后一直走不出来 然后又很会计较 很会计较很多东西 我那时候就上得很不开心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如果再这样的话 那你不要找我上课 你们去找比较老师上 我说我们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团队 你在教舞的时候 除了教他们技巧之外 你还要教他们心态 对 心态 对对对对 因为舞蹈这种东西是 还是要靠头脑 你如果头脑不干净 然后太多自己的不好的思想的话 你是没办法把舞跳好 换过了三位教舞老师 连辅导员也已经交棒到第三任 经过这几年的磨合 这群轮舞者总算体会出 跳舞是什么 这其中除了老师和辅导员的用心 轮椅者和舞伴间的相互配合 也是舞出快乐的重要原因 没有说看到美女的 好可怕 不敢牵战利者的手 对啊对啊对 他们都没关系 跳舞就是这样子 来慢慢习惯 就是怎么讲 就是轮椅啦 它那个转动的时候 因为我都会刻意去挡它的 那个力量 就会很重 但是我之前就误过老师 他就说我们反而是要顺着轮椅的那个 顺那些谁去带它 会比较好带 就我们不能去阻挡 反而是要顺着它的力量 所以当然舞伴之间一定是会有些 算是磨合起啦 对但之后就大家在线 就是比较好沟通 95年在宜兰声障运动会上 远林县布建青年协进会的会员 第一次看到其他人 用两个大大的轮子 舞出了美丽的乐曲 这一刻他们的双脚受到了牵动 心中也浮现舞动身体的渴望 这样的梦 因为许多人的认同和支持 在教室里 在舞台上 在生活中 梦想实现了 我都很期待来跳舞啊 跳舞真的是 可以让身体力动 然后融入在音乐中 舞蹈中 这是一个神的状态 一个美妙的状态 跳舞就是蛮在我的生活当中 一种很重要的调剂品 它会让你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事情 你要去完成一个事情 还是你要有一个目标 还是有一个重心在那边 你就日子会过得比较充实 没有 比较不会有空闲的时间 因为你空闲的时间 就会想到 我的舞熟了吗 我的 我胎子抓对了吗 这样子 就 随时随地都会想到 有空的话 有空的话你就会想说 我要继舞步 我要继练舞这样 可以从这团队 让他们更能够自立 然后可以自己完成很多事情 然后还有那个心态来的打开 可以做别人榜样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那个感觉会不同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再住出国 我们可以把北部的都 让我们再继续穿上来 对对对 我觉得那是我们的目标 然后一种期待自己 一种期许 要不然其实在跳国标舞 跳到比较成人界以后 他们有一种封锁 那我也不希望说 身心障碍者的轮椅舞 国标舞 然后之后也变成那种封闭 我希望我们用实力啦 虽然我们现在在云林 但是我们在云林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我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对啊 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很有成就感 就很开心 对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得到各界的认定 得到很多人 还有很多老师很多裁判的认同 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很开心 对 就像热情的沙漠这首歌一样 原梦舞集的轮舞者 从一个表情 一个手势 到一个转圈 刻画出 他们对沉浸在舞蹈中的快乐 也圆了 轮舞者的这个梦